德国新一届联邦议院首次召集 进行了新一届议会组成会议 而这也意味着现任政府成为看守内阁 新联邦议院较上一届有哪些变化 我们来看记者从柏林发回的报道 新的德国联邦议院由736名议员组成 这也是德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议会 议员平均年龄为47.5岁 比上一届议会更年轻 也更多元化 议员中有83人具有移民背景 女性议员比例增加4% 其中包括两位变性女议员 这也是联邦议院首次有变性议员 我最初是第三个女孩 这第三个女孩从1949年 这不是不够的 上一任德国联邦议院议长说一部落 是由基民盟和基手盟组成的联盟党的党员 而由于联盟党在此次大选中失利 老议长说一部落不得不卸任 新任联邦议院第一大党寿命党 提名议会党团副主席巴尔贝尔巴斯 当任新议长 巴斯在议会投票中获得超过半数的576票 当选德国联邦议院议长 他也是德国有史以来第三位女议长 你们等кой sat 我们刚而言 他STE arts楽 Minor 福音 不用这些信任 黑白苦 你 кр Mc改 非常信任 经议进入 文化 我向特尼文化 可以欣赌 我期待 eni 只能 我力请 这里 新一届德国联邦议会的召开 也意味着现任的德国政府正式成为看守政府 而当日德国总理默克尔也结束了长达16年的总理任期 德国总统施泰英玛尔向默克尔颁发了任期结束通知书 并高度评价了默克尔对德国的贡献 不过默克尔还将继续担任看守总理 直到新一届政府的产生 凤凰卫视孙谦 德国柏林报道